瞄準洞口然後將球推出 比賽的兩隊選手們陸續上場 不但比耐心也比專注力 而且因為錘球不是激烈的運動 因此身上人士雖然行動較不方便 但人士可以輕鬆參與比賽 身上朋友他不適合太過激烈運動 還有連長的 所以這種環合的一個運動 是非常適合他們 那特別第二個是 他們的一個走出來運動以後 然後才會更加的可惜 特別是無障礙的運動 身上跟身上在一起的機會很少 特別是城鄉 你看看各縣市的城鄉在一起 那我們就想借著這個 這個錘球比賽 然後大家都能在一起 互相的鼓勵 也互相的一個扶持 為了推廣錘球運動 並且鼓勵身心障礙者走出戶外 因此身心障礙者職業記憶協會 在大甲體育場舉辦 第二屆總統盃全國錘球錦標賽 分為長青組和身障組 讓大家透過比賽交流學習 身心障礙的選手們 雖然行動不變 不過來自全國一共有 上百支隊伍參賽相當熱鬧 身心障礙當然是我們最主要 推動的一個項目之一 那我們除了跟前省 各縣市合作 身心障礙熱火的推動 有各種不同的項目 辦了就是多元多樣的 那我們有游泳 射箭 這個項目都有 那今天這個錘球的運動 就是第二屆總統盃 就是希望各縣市的能夠 有一年有一度的這樣子 集合在一起的活動 主辦單位也提到 透過運動讓身障朋友們 互相交流成效相當良好 不過比較困擾的是住宿的問題 輪椅主要找到無障礙的房間 比較吃力 而且希望在各方協助下 能打造無障礙的運動新城市 記者中文會台中堂報導